他是问有关于达尔文在加拉巴哥看到这些雀鸟们的一些东西 关于达尔文的演化观念以下何者是合理的 达尔文认为这些雀鸟来自于相同的祖先 对而这个祖先来自于大陆 也就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迁移辐射适应到了加拉巴哥群岛 然后再辐射演化成不同的鸟种 所以A是对的有共同祖先 好B为什么不对呢 大家B的描述不是达尔文的描述法 我念一遍哦 我念一遍他的说法 因实性不同而演化出不同的嘴型 就是我为了吃大种子 我的嘴巴就演化成大嘴巴 我为了吃小种子 我的嘴巴就演化成小嘴巴 这是达尔文的说法吗 不这是用尽废退 我不是因为实性不同而演化出不同的嘴巴 那达尔文怎么描述的 达尔文是这样描述的 假设有两个岛 这是A岛 这是B岛 A岛上只有大种子 B岛上只有小种子 然后当雀鸟来的时候 在这边繁衍 雀鸟生出来的小鸟 有的是大嘴 有的是中嘴 有的是小嘴 那这个B岛也是 有大嘴 有中嘴 有小嘴 结果在A岛上呢 因为种子大 中嘴跟小嘴 咬不开种子 全部饿死 而在B岛上 因为种子太小 那个大嘴都根本咀不到种子 中嘴也是 所以结果小嘴活下来 被添泽了 这才是达尔文的描述 不是因为我为了吃大种子 而变大嘴巴 那是用尽废退的描述 所以B 它的描述是符合用尽废退的概念 而不是添泽 添泽的描述会比较复杂 我有遗传变异 然后出现添泽做筛选 好 接下来C就是达尔文说的 这些去脑之间 具有遗传变异 有遗传变异了 然后才发生添泽 好 猪选项 后来到现在你发现 为什么A岛的嘴巴被大 因为它为了吃大种子 为什么B岛的嘴巴变比较小 因为它为了吃小种子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你的嘴巴大小 跟你的实性有关系 所以猪是对的 我描述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 好 这是猪 那没有人问E嘛 演化不会停的啦 演化一直在发生 因为环境会变动 所以这里E当然不对了 演化一定会持续发生 因为环境不断的变动 也就是添泽 其实不断的在发生 好 以上是我选题第二题 还有没有问题 进行 从另一个说法 进行 非常麻烦的 所以